这个时候整体的天气形态来说 东部地区云量多 西半部地区天气晴朗 不过外围的云层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开始逐渐的要接近东部的外海了 所以东部的朋友 记得雨区行车注意安全 第二个要特别提醒 现在还在3000公尺以上高山的朋友 请你赶快下山 今天你还有时间 明天下山就有点困难 因为最重要就在于说 水汽从东半部进来 中央山脉的部分 高山都有浓雾的现象 山区的降雨状况 以东侧面比较为多 所以还是建议您山区的部分 如果你爬山行程还没完成 今天下山还比较保险 明天的话台风可就要接近 我们就来看一下 现在最新的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面 我们先来注意到云气的发展 台风的云带发展 主要在它的环流结构带上面 外围的水汽发展 已经开始逐渐有些进入了 所以东半部地区 时而有点短暂雨的状况 近海的风浪 也都已经开始明显的增大当中 所以现在海边的浪大 没事别去观浪 再来我们再讲讲它的路径 先来注意到 现在最新的11点30分 发报的资料 从资料当中可以看到 现在中心的位置 现在已经在恒春的 偏东南东方的海面上 未来的路径来说 会先以一个比较偏着 北北西的方向 转西北西的方向移动 以目前来看的话 北方的冷高压的强度的部分 会开始要增强 所以也就会使得 这个台风系统 会以一个比较偏西的方向的路径 来逐渐的通过我们台湾上空 也就是说它的中心 有可能会在明天晚上 到后天清晨的时候 从恒春半岛 也差不多台湾最南端 会逐渐的通过 那如果北方冷高压 再强一点的话 这个系统甚至有可能 中心就会在恒春附近的近海通过 所以我们要观察 它未来整个偏转的角度 在今天的一天过程当中 整个移动的方向 会是比较从中心在海上过 还是在这个大五以南的陆地的接近 那我们再来看外围的云层 有没有注意到 外围的水汽进来了 今天这个云层 晚下午以后开始 会使得北部跟东部有雨 但这一次台风系统 特别注意的是在于说 北方的冷高压系统 正在东移 带进来的东北季风 再加上台风的暖湿水汽上来 最主要要注意的就是 移花东三个地方了 以目前的整个路径来看的话 在明天的时候 它的中心位置逐渐的接近我们 到了礼拜四的时候 中心位置已经到达了 高雄西方海面 礼拜五的时候 台风就已经逐渐的远离 之后就减弱成为低压 因为冷空气的强度再增强 所以这个台风走了之后 对于我们的周休假期 跟包含国庆活动来说 北部跟东部 反而是因为东北风的增强 会开始有局部的震雨 而且温度下降 但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从今天明天 一直到后天这段时间当中的时候 东半部地区的降雨形态来说 是非常的明显 尤其宜兰山区 花莲山区 台东山区的朋友 要注意 吸水到了明天 都容易有暴涨的状况 所以这次台风 雨的影响比风的影响要大 那提醒东半部地区的朋友 要注意现场交换给彦迪 我是戴力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